把一整年的资料放到资料夹里 小心翼翼的保存 这是廖小姐最近很常做的事 因为这些可是她要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证据 过去曾申请过低收入户 结果去年12月却被告知资格不服 身份证知 我后面两码是15 那他们就是可能打成51 这样的物资就变成没有办法了 申请低收 曲公所告诉她 从110年开始 就被登记为桃园一间公司的股东 甚至还投资32万 但是财产申报明细摊开 却没有这项资讯 甚至户头也没有这笔鼓励 足以证明廖小姐和这间公司没关联 因为她是在中立 我那时候人是在彰化 我里面的员工 股东老板完全都不认识 对小孩子蛮愧疚 就是没办法培养到他们 身为单亲妈妈 两个小孩 一个小学五年级 另一个则是上小三 平常生活就算辛苦 还是会尽可能给他们最好的 但如今没有低收补助 以基本小学儿童 每个月可以拿到308元的儿童补助 一年就是36000多元 三年资格不服 就是10万多块没领到 两个小孩等于她损失超过21万 这家公司在股东名册的时候 误善称廖小姐的身份证字号 想申请低收的部分 我们已经有请廖小姐 现在马上申请了写申付书 那我们就会依最快的速度 来帮她申请这个低收的这个身份 这样子 向桃源金发局申诉也收到回函 有请物质的公司改正身份证字号 如今泰山区公所也将帮忙恢复低收资格 另外也会帮忙申请急难救助金 至于过去没领到的低收补助 能不能一次补领去公所 也会再演绎 TVS新闻流出 新闻新闻新闻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